25号 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胡春华 刘鹤 国务委员魏凤和 王勇 肖杰 赵克志出席 李克强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有利应对今年困难挑战 做了大量有成效工作 但三月份 尤其是四月份以来 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 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 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着力保市场主体 保就业 保民生 保护经济韧性 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说 要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 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 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五月底前都要出台实施细则 解决两难多难问题是对行政能力的考验 要在防控好疫情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防止单打一一刀切 各地在筑起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 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 国务院将对地方政策落实和配套开展督查 各地二季度经济主要指标将由国家统计部门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布 国务院对相关工作情况予以通报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